核心提示,1月11日,马来西亚一名20岁的秋姓青年到网卡打赛车游戏,并和一名男孩对战,没想到,因为自己技术太好狂虐男孩,就被男孩父亲痛殴到脊椎骨裂。 当时,1月11日,马来西亚一名20岁的秋姓青年到网卡打赛车游戏,并和一名男孩对战,没想到,因为自己技术太好狂虐男孩,就被男孩父亲痛殴到脊椎骨裂。 当时,这名青年晚上10点多与朋友到购物中心的网卡打赛游戏,并与另一名印度裔少年PK赛车游戏,当时,对方的父亲也在现场,青年频频获胜,男孩的爸爸看不下去,频频骚扰青年希望他落败。 最后,这名父亲压抑不住怒火,抓住青年的头砸下游戏机,还举几几次做事打人,青年见识不对,朝门口逃去。 没想到,这名爸爸早已叫了超过20名帮手,等在购物中心门口,见到青年就一阵狂殴,把他打得满头鲜血。 青年姐姐表示,当时,他与男友,父亲接到求救电话赶往现场时,弟弟已倒在地上不知生死,追问对方为何打人,结果又遭毒打。 警方赶到现场,逮捕了包括打人父亲在内的四名嫌疑人,并详细调查事发过程与嫌疑人身份,受伤的秋姓青年则被送医急救。 他除了脊椎骨裂,拼两股之外,内脏也被打得出血,目前仍在住院治疗中。 青年事后害怕地表示,以后再也不敢去网嘎打游戏了。